大家好,咱们继续Analysis的一个主线的基本应用 那么上节课已经给大家整体上从VU进到Controller到Analysis一个全流程的运行 整个过程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正式切换到Analysis这个主线本身 咱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些基础功能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继续还是沿用上节课获取到的一些数据 当然这些数据本身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这个还是在使用的Course 也没有监控到一个网卡的这些流量数据 所以数据本身是有问题 我们现在只专注在就是说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Analysis这个主线里边一些基本的功能大概是怎么操作的 专注在这个上面来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切换到Summary Report 这个是Analysis这一次运行获取到的这些性能数据的一个 总结性的这么一个报告 他告诉我们测了什么脚本 然后花了多长时间 用了这个最多的一个虚拟用户数是多少个 Total throughput 那么总的一个吞吐量是多少个字极 所谓这个这边的这个吞吐量啊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吞吐量或者吞吐率 它其实是一个很泛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边呢 在Lowrunner里边这个throughput 它是指从服务器端响应给客户端的这个流量 它的一个大小就累积的 Total throughput就是从服务器端一共响应了多少个字极的数据给客户端 这边呢是这么多个字极这么多K 那么也就70多兆 在咱们这30个用户运行的过程当中 一共呢从服务器端获取了70多兆的一个流量数据 好下边一个呢是Average throughput 平均的吞吐率 每秒钟大概是400K 这个指标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看 到底这个带宽有没有可能成为瓶颈 好这边呢是Totalheit 总的一个点击数 也就是我们一共发了多少个请求给这个服务器 那么这边是平均的点击啊 每秒钟一共发了多少个请求 89点 这个请求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比方说咱们用HPW去监控一个指标 监控一下这个数据啊 随便监控一点 我这边打开百度首页的这个页面 这一次回说打开的是一个Page 这个Page底下其实呢有很多的请求 有很多的请求 每一个请求就是一个HIT 每一个请求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字点击 虽然我打开的是一个页面 但是呢这个页面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资源 都需要我们去这个Get到 所以呢每一个这个Get就是一次 这个点击就是一个HIT 那这边一次访问呢就相当于有10个加5个 一共15个请求 对应到这边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一共有15次点击 OK啊 那么总的一个点击数就是说 我们访问这个服务器一共发出了多少个请求 好这边呢是我们的事物的一个摘要 总的一共成功了786个事物 失败了0个 直接中途停止了0个 那么这边呢有事物的名称有三个 打开首页登录发体 它们最小的响应时间 平均的响应时间 最大的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的标准差 大家学过统计的应该了解 标准差呢是越小越好 越小的话相当于来说 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值之间的差距呢 更小 好这边呢是90% 就90%的响应时间都是小于这个值的 90%的响应时间 我们看到它的平均值是1.549 0.59 1.927 它的90%的响应时间都是低于一秒的 毫无疑问啊 这个事物呢 它处理速度很快 这边呢就这个叫做90% 成功了多少 失败了多少 供我们评估这个事物的成功率的 好这是它的一个摘要的页面 啊咱们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边列出来的是 整个服务器端响应的一个状态 有除了我们看到这边啊 所有的16244个请求 全是HGP200的最标准的正常的一种状态 啊这很好 当然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其他一些状态 它一旦获取到了都会列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器的整个响应本身的状态 有没有出问题 出现有400多的问题或者500多的 那我们就需要看到这可能就是 当我们高压了以后 给服务器施加压力以后 服务器有可能会出了问题 好这是HGP Response Summary 这一个字段给我们展示的一个信息 好这是关于摘要的报表 那后边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啊 Graphs底下就是每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报表 这些图表呢 还可以继续再增加 我们这边啊 它默认只加了这几个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Graphs右键 选择Add New Item 增加新的图表 好这里边呢 我可以看到 VUser跟虚拟用户运行相关的 似乎啊 跟似乎相关的 平均想似乎的响应时间 似乎的每秒的处理量 我们呢 随便可以加一个进去啊 比如说把这个图表加进去 然后的话呢 事物 相应时间 Underload Percentile Distribute 这个后边我们会再给大家介绍啊 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都是 其实数据都是同样的数据 只不过呢 它以不同的一种 从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这些数据而已了 Web Resource 好 关于吞吞量的 关于这个HGP状态码的 关于啊 这个相应的HGP连接的 我们都可以看一看 Web Page Dignostics 这个呢 是一个Web页面的整段细分的一个分析 类似于我们前边学Web测试 给大家讲的Web前端分析的一种啊 这个数据我们随便添加一个进去 比方说这边Web细分图 然后呢 这个页面组件的一个细分图啊 然后呢 页面下载时间的一个细分图 Time to First Buffer啊 如果前面学一个Web测试 HGP Watch里边就有Time to First Buffer 那么从我们请求发送完到 获取到响应的第一个字节 整个过程所发的时间 基本上呢 这个时间就接近于咱们的整个 客户端发请求到服务器处理的这个时间 这前面Web测试的课程里边 其实我们都有给大家去讲过的 所以大家看到一定都不会陌生 那么这边呢 相当于对于Web协议来说啊 因为我们这个脚本 则的是HGP协议 LowRunner呢 它会去收集到这样的一些 Web页面的一些细分的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由于这个Web页面 细分的这些数据收集 要收集的很频繁 而且数据量很大 所以呢 LowRunner其实它是并没有 完全的收集这些数据的 它其实只收集了这些数据当中的10% 而且是采样收集的 所以这里边Web诊断图里边的这些数据 不是特别准确 仅供参考 甚至啊 你会看到一些完全跟我们 比方说响应时间你会看到 做一个失误 我的响应时间一秒钟 但是这个Web细分图里边告诉我 做这个事情花了三秒钟 什么原因 它采的都是一些零散的一些数据 而不是完整的所有数据的 分析出来的结果 所以有问题 10%呢 默认是在这个Controller里边 这个是在我们的收集数据的Controller 在这里边它是有个设置的 在我们的这个Diagnostic的Configuration里边 有一个设置 WebPageDiagnostic 最多的虚拟用户数的这个10%进行抽样 其他的组件啊 我们都没有启用 只启用了一个WebPageDiagnostic 其他的组件 LowRowRow上面我们都没有去安装 所以呢 没有办法去设置 但我们可以禁用它 禁用它了以后 相对于它就不去采集这些细分图了 但所以呢 没必要 我们呢 就把它保留着 只不过呢 它只抽样10% 所以数据不够准确 但我们呢 把它加进去啊 一会儿还是来简单看一看 这边Sysm Resource 主要是针对我们监控到的服务器的系统资源 只有当我们监控到了服务器的资源 这边那才会有这张图表 没有监控数据 它是没有图表的 好 我们把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呢 也加进去 OK 当然所有里边有的图表 这个图表 我们都可以加进来的 我们呢 刚才只是啊 挑了几个样板 加进来 然后呢 后边呢 会用到的时候呢 咱们再继续重新去加就行了 这是关于加载新的图表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加载完了以后 我们看到啊 这边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图表也挺多的 大家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要开始蒙了 那这么多图表放这干什么 对吧 我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我们现在的话 一旦是牵涉到这些数据分析啊 大家一定要静得下心来 要去找他的规律 要去发现他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价值 就像 你如果你是那个真正买卖过股票啊 你能看得懂K线图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 这K线图反映了什么规律 反映了这个股市的什么走势 你像我也不懂股票 我看了K线图 我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呢 这种东西如果是很浮躁的心态 是根本分析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一定要能够静得下心来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逐步逐步的代价 大家呢 去把这些数据呢 给他理清楚啊 找到他的一些规律 找到他的一些这个具体体现的一些价值 这是NLSS 他本身啊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展现 让我需要我们自己去花时间积累的东西 他展现给我们 但是呢 我们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OK 我们的话呢 先简单的过一下啊 这几个图表 虚拟用户数的一个运行状态啊 这个呢 跟我们controller设置的 这边设计的这个场景呢 有点类似 当然了 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啊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设置的是有RAM UP的一个过程 每15秒钟开始增加5个啊 每15秒钟增加5个 那我们看到这是这样一个走势 虚拟用户 这张图单纯放在这儿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张图你不用给我展示出来 我设计完场景 我就知道这张图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张图本身啊 单独放在这儿里边 没有意义 它的主要的作用在于 用这个虚拟用户数的这些增长变化的趋势 跟其他图形结合起来 看这种趋势啊 前面我给大家讲过 RAM UP这个过程 我们为什么要用RAM UP这个过程 原因就是为了 一方面能够去模拟真实的场景 另外的话 他能够去跟其他的一些走势 进行观点分析 这个上升的虚拟用户在上升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看CPU是不是在上升 我们看内存是不是在上升 或者我们看响应时间是不是在上升 要去找他们的观点关系 OK 这张图跟其他图合起来才有价值 Hit per second 每秒的一个点击数 每秒的一个点击数 这个图单纯放在这儿呢 意义也不是太大 还是需要跟其他图结合 就是说你看啊 我们这边虚拟用户数越多的 慢慢增加的时候 这边的每秒点击数是不是也在增加 但是呢 他们的趋势不完全相等 虚拟用户数越多 这个每秒点击的频率是不是越高吗 那毫无疑问的肯定是越高的 但是 高到什么程度 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啊 我们在现在来想一想 虚拟用户数越多 很多用户在发请求了 毫无疑问他的总的一个点击量 或者平均点击的这个速度是不是越快 比方说以前十个用户 每秒钟发一百个请求 我现在五十个用户 每秒钟呢 那就应该发这个五百个请求 一定是这样 但是啊 真的完全是这样 那这样的相当于是完全的一个直线对比的一个关系了 十个用户发一百个请求 五十个用户每秒钟就可以发五百个请求 真的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 现实的结果肯定不是这样的 原因很简单 十个用户和五十个用户 他们的这个对服务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服务器处理的能力 处理的速度 肯定处理五十个要比处理十个要慢一点 当这个速度慢一点意味着响应时间会增加 而响应时间一增加了以后 他每秒钟 以前我们讲五十个用户每秒钟可以发一百个请求 那平均来说就每秒钟的话呢 这个HPS就是一百 但是我们由于这个响应时间延长了 这个请求发的要慢一些了 虽然用户数在增加 但是他的每一次发请求 是不是时间要长一点了 所以可能要隔个零点 零点一秒零点二秒以后 这另外一个请求才能发的出去 那所以的话呢 他的这个发请求的 虽然还是有五十个人在发 但是呢 他发的速度要慢一些了 因为响应时间变慢了 服务器处理速度变慢了 他发的要慢一些了 所以当有五十个用户的时候 他每秒钟肯定发不出去五百个请求 道理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提到的动态影响 这种动态影响的关系是最难理清楚的 后边我还会有更详细的例子 再给大家来讲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呢 还先还是继续往下看 throughput 吞吐力 我们可以看到吞吐力跟这个HPS呢 是趋势是很像的 趋势很像 请求发的越快 当然服务器响应的越快 请求每秒钟发的越多 那么响应的越多 响应的越多呢 throughput呢 它的平均速度就越大 这两个几乎都是相对应的 这两个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存在一个型summer事物的一个摘要 有多少成功的 有多少失败的 我们看到全是成功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也可以评估我们事物的成功率 但这边我们一定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的脚本里边并没有去设置手工事物 都是让它用自动的状态来判断的 所以这个结果不准确 这个结果不准确 那么平均的响应时间 这边啊 有一个包含四套时间的 我们专门给大家提到过了 transaction per second 那么 每秒钟的一个事物处理的速度 每秒钟到底处理多少个事物 平均的是1.44个 针对每一个事物都是这样的 我们就随便挑一个 挑login这个事物来看就行了 这边呢 如果说我们不需要去看其他的一些指标 就可以在这边直接把它给隐藏掉 直接看某一个 这个tps的话呢 它针对所有的事物 它是统一来算的 所以它们都是一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 就每秒钟它能够处理的事物 1.44个 比如说当我们30个用户去访问系统的时候 这个系统 每秒钟它 能够处理1.44个 登录或者说呢 加1.44个发体 再加1.44个打开手页 因为它们是顺序运行的 这边处理了1.44个 意味着下边也处理了1.44个 后边这个请求也处理了1.44个 那么1.4 每秒钟只能处理一点多个事物 感觉是不是很慢 感觉这个系统呢 其实是很慢的 那什么 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么处理的事物的这个速度这么慢呢 这其实就是需要我们要去真正要去理清楚 有可能我们并化的用户数太少了 本身这个用户就不多 然后呢 而且的话 我们呢 每处理一个事物 还有暂停时间 这些暂停时间 它都会用来计算这个事物的平均处理这个能力的 每秒钟到底能处理多少个事物 比方说 它如果连续处理 其实每秒钟它可能能处理10个 但是呢 你隔三差五的也给我暂停几秒钟 一会儿又给我暂停几秒钟 所以我一分钟本来可以处理60个的 我现在只能处理20个了 那当然这个速度就变慢了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的反映咱们服务器的一个真实的处理能力 所以啊 在这边呢 咱们这一个点 稍微注意一下 后边再来看啊 有可能是怎么样的原因 好 这边下边一张图 web page Diagnostics web页面 这边的一个整段细分图 在这边其实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分类 下载的时间 然后组件的时间 整个所有时间内 全程时间内一个下载的时间 time to first buffer的一个时间 啊 覆盖整个时间段 从最开始到运行结束 那么这里边呢 是针对每一个请求啊 每一个请求 每一个页面 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具体的响应时间 打开这个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是 get请求 tossed.php fid 等于31 打开新铁的那一个页面 平均它的一个时间是0.867秒 这边我们来看看这个首页啊 home page 首页 0.66秒 它的平均响应时间 大概首页的 45的平均响应时间是0.507秒 这边呢 收集到的是0.66秒啊 本身就有 那么有一些不太准确 因为它的采样值采样了其中10% 这个原因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啊 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这些数据呢 不能作为正式的 非常准确的数据来进行报告 仅供参考和比较 像这个是大的页面 这个页面底下的话呢 咱们每一个细节 比方说下载 某一个图片啊 在这儿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 细分图啊 这一个很详细的这一个页面的 数状结构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打开了这样一个htm的页面 然后的话呢 还下载了这样一个gf的图片 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边呢 有对应的 每一个更细微的一个资源 它的一个下载的时间 它的这一个文件的大小啊 这就是更细分的细分图 然后呢 那这边是每这个资源 它对应的几个时间的一个展现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 像这边全是蓝色 蓝色表示first buffer 其他的时间花的都很少 DNS解析没有 建立T字笔连接 它已经有连接了 没有在建立 没有htps的握手的过程 也没有ftp认证 所以呢 它直接就到first buffer 首次这个获取到响应的这个时间 然后的话呢 到后边接受整个响应所花的时间 客户端处理所花的时间 好 然后呢 一些错误和这个预处理 后续处理所花的一些时间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细分 其实跟hp握起里边的 time chart的细分是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 OK 这是关于这个web细分图 我们可以往下看 那继续啊 最后一个加进来指标 web resource 对应的就是我们监控到的 cpu的使用率啊 这个对立的长度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指标 这个网卡啊 都是零 我们呢 其实就不要把它展现出来吧 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些图表 那么 每一个图表的右键呢 又会有很多的菜单 那这个呢 我们下几个呢 再专门给大家讲啊 每个图表右边右键 所对应的这些菜单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这几个呢 咱们就先到了 这一生之一呢 我们下来看看